北京时间2022年5月24日上午11点 NVIDIA在ComputeX2022的主题演讲会上 正式公布了旗下首款CPU产品 NVIDIA Grace 并介绍了其在AI、游戏和创作等多个领域的成就 也公布了新的DLSS游戏 GeForce RTX笔记本 全球首款500Hz电竞显示器等 却只字为其RTX40系列的任何消息 似乎预示着发布可能会延迟 至于更加详细的情况 下面就跟着超级客 来看看吧 其实对NVIDIA自身而言 AI领域一直都是其关注的重点 目前已实现了快速AI创作 汽车AI驾驶 甚至是现代AI工厂等 而为了推动AI的进一步变革 NVIDIA便正式向行业带来了首款CPU产品 NVIDIA Grace 据悉Grease的CPU有两块通过 NVLink互联技术连接的芯片构成 内置多达144个高性能ARM V9核心 有可伸缩矢量扩展和1TB每秒的内存子系统 而再通过NVLink技术 将其与NVIDIA Harper GPU互联的话 能使CPU向GPU的数据传输速度提升15倍 并可构成Grease Harper超级芯片 为HPC数据分析 数字轮身 云游戏和超大规模计算应用等 提供服务器级别的数据支持 除此主要作为目前NVIDIA的主流服务器GPU A100和H100正式迎来了环保式设计 也就是夜冷款 以此实现可持续和高效的服务器级计算 这也算是NVIDIA为遏制气候变化而做出的努力 而至于NVIDIA Jetson 进行边缘AI和机器人平台产品开发的合作伙伴 也发布了30多款 至于NVIDIA Oryne的系统级模块服务器 及应用产品 当然对于游戏玩家而言 目前NVIDIA表示 也有超过180款GeForce RTX游戏本 和NVIDIA Studio设计本 成为玩家和创作者的理想之权 而注入像NVIDIA第四代MASQ技术 NVIDIA Reflex和NVIDIA DLSS等技术 也为玩家们带来了绝佳的游戏体验 同时为了把游戏性能发挥到极致 NVIDIA还宣布将推出新一轮的旗舰级游戏本 并搭载GeForce RTX 3080 Ti GeForce RTX 3080 和GeForce RTX 3070 Ti 等高性能笔记本电脑GPU 例如ROG幻16翻转版 卫星强形G167HX 和华硕01X Pro等 除此之外 NVIDIA还关心了两款 支持Reflex延迟分析器的显示器和游戏鼠标 其中包含了ROG合作的重磅产品 同时也是全球首款用500Hz高刷的G-Sync显示器 华硕ROG Swift 至于其他新品 则还有红机掠斗者X28显示器 酷冷至尊Reflex MM310和MM370游戏鼠标 当然除了新品之外 在游戏内容上 NVIDIA也是花费了不少功夫 其表示目前已有超过250款游戏和应用支持RTX 这其中共有180多款游戏和应用 集成了NVIDIA DLSS 接下来大热的杀手3将正式得到 来自DLSS Reflex和光线追踪技术的全新支持 从官方演示视频来看 4K最高画质下开启光追DLSS技术 可将杀手3的帧率提升2倍以上 实现60帧的游戏长玩 与此同时 诸如像F122 一星求生 深烟银河等12款游戏 也将加入NVIDIA的游戏库 获得来自其诸多游戏技术的支持 总结一下 NVIDIA在本次的Computex2022 并未透露RTX40系的相关消息 但其所展现的诸多成就 也是让玩家们大开眼界 不仅如此 接下来我们也将见证 更多使用NVIDIA技术的外设和游戏本出现 这些无疑不再展现NVIDIA 身为行业顶级企业之一的技术力和开拓力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那如果还想了解更多硬件相关的消息和科普知识 记得关注我超级客 我是个强 我们下期再见